一花以世界,一叶以如来。大家好,欢迎收看佛禅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人生这一路,山一城,水一城,难一步,家一步,其实都不容易。 这一生中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,邂逅过的每一个人,跨过的每一条沟,翻过的每一座山,吃过的每一口饭,流的每一滴眼泪,其实都是一种考验。 也只有经历多了,体验多了,才会在人生这一路上,越走越明白,越走越轻松。 一,人在磨难前最明白。 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,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,在这条路上难免荆棘满地。 磨难面前有的人选择了放弃,有的人选择了妥协,但是有的人却越走越明白。 纵使身陷险境,依旧不改初心。 汉朝时,张燕奉命出使西域,联合越士国攻克匈奴。 可使团刚出运门关,便被匈奴人俘虏,绑到了匈奴大营。 匈奴王知道他们的行程后,暴跳入雷,把整个使团扣押下来。 这一关就是十年。 十年里原本一百多人的使团,逃亡到最后,只剩下寥寥数人。 终于有一次,张燕抓住了匈奴内浪的机会逃跑出去,并且顺利联合越士国抵抗匈奴。 顺利完成任务回国的张燕。 张燕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赏,可谓是封侯拜将,一步登天。 可没想到,没过多久,他因延误战机惹得龙颜大怒,一下子被贬为了庶民。 由平步青云变成了一切不一,很多人若是遭遇,可能会失意莫名。 可他对于人生种种的变故磨难,却是淡然处置。 把生活活出了自己的风景,撰写游记,研究各国文化,整理西域各国的建文趣事。 主书里说,让世人对未知的国度有了更多认识。 人生纵然荆棘丛生,磨难跌宕不断,但走着走着,总会明白。 每个人心里始终有一片净土,只要心向往之,便能在生活的荆棘风雨前无所畏惧。 苏氏有句词写得很好。 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,也无情。 看待一路风生,踏实从容地走下去,坚持下去。 当你回首一生会发现,走过的路都是最美的风景。 上天不会辜负任何人,你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。 之前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步,有人采访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家,在漫长的一生中最为后悔的事情是什么。 那位老人家说起了一个故事。 二十岁那年,他母亲因疾病离世。 所谓无仇不成父子,没有了母亲的从中调和,两父子间的误解慢慢就从赌气变成怨怼。 岁月渐长,渐身隔阂。 虽然心中依然惦记着对方,但毕业以后在外工作的他,却与父亲们越来越少往来。 更别说一年到头,也没多少时间,平心静气,坐下来好好聊聊天。 几年后的一个早上,他听到了父亲离世的消息。 收拾遗物时,他越发觉得这些年自己亏陷了父亲太多了。 但在此之前,压根没想过,有一天连弥补一二的机会也没有。 时光仍然,相聚短暂,可大好时光却用来怨怼疏远。 在世时没有好好珍惜,直到永世父亲后,才通过别人外物,知道父亲的一些往事。 可这个时候,说什么都没意义了。 可无论是拖欠很久的一句道歉,还是表达乳目之行的话语,父亲也听不到了。 说到这里,老人家不禁,热泪盈眶,跟采访者说, 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光,趁还有机会,趁为时未晚。 很认同主持人汪涵说过的一句话, 人最怕的不是死亡,而是后悔。 人生真的不长,经不起等待,不要等到失去后才来后悔。 何必要给自己机会,说一声,早知今日,悔不当初呢? 人生不像做一道菜肴,得等到万事俱备时,才下锅烹调。 别让大好时光白白浪费,也别让那些你爱的人,爱你的人在等待中慢慢失去。 人生录一场,可能总难免失去,但珍惜过,努力过。 最起码失去时,不至于为自己,曾经不作为而后悔。 三,人在放下后,最明白。 很认同电影《卧虎藏龙》中的一句对白,当你握紧双手,里面什么也没有。 当你打开双手,世界就在你手中。 人生就像一场长途跋涉的旅途。 不光时间跟能力有限,内心的空间更是有限的。 带着太多东西上路,脚步就会变得沉重。 虽说,人生在世,没几个包袱是不正常的。 但是生命中,有些包袱会让人的一生更加充盈、完整。 有些只会如心头大石一样,压得你寝室难安。 据说钱中书先生晚年时,曾有一栏节目想找他拍摄,被他婉拒。 很多人想不明白,纷纷劝他说,此举可以收获很多钱财名利。 钱老却淡淡一笑,说道,我都信了一辈子钱了,还会迷信这东西吗? 是啊,功名利路,只会让人劳心劳力。 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。 看透了人生,放下了名利。 收获了一颗平和正名的心灵。 一句顶一万句中,有一句话说得很好,过日子是过以后,不是过从前。 有些东西本也就未曾真正属于你,一直惦记着它们,只会徒增烦恼。 有些东西拥有越多,烦恼越多,还不如放下荣誉的部分。 你会发现,心轻松了,生活也不那么累了,人生也会有更多的精彩与可能。 渐渐的,你就会明白,放下,人就是人生的一场修行。 你以为放下就会失去,但放下才是真正的拥有。 或许,你我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是喜是悲,是好是坏。 但你要知道,说一千到一万,人生不过三万天,因为过一天就少一天,所以请记住,过一天就得乐一天。 好好活,全力爱,才是生活的最好状态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 喜欢佛禅频道,别忘记点点订阅。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。 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 为您保留搜大量的深 Todd Christ。 在这里,你千代言的时候,还惹去别人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